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一个常见的故障视频 这个LG电视的屏幕在开机的时候会闪亮一下 雷后就黑屏了 这个故障其实是由于背光条上的部分LED损坏 背光系统检测到故障和进入自动保护状态造成的 因为开机时LED背光点亮 造成屏幕闪亮一下 容易造成误判 以为电视的LED背光系统工作正常 借助手电筒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图像显示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开机后打开手电筒 对着屏幕凑近观察 如果可以观察到显示的内容 说明主板和图像显示系统工作正常 故障的原因在LED背光系统的背光板或者LED背光条 如果没有LED背光条的测试器 可以根据LED背光条参数或者电视机型号 制作假负载代替LED背光条 这台电视机背光板的参数是110V 400毫安 可以用280欧姆的大功率电阻代替LED背光条 来测试判断LED背光板是否工作正常 假负载可以在没有背光条测试器的情况下 判断故障是在LED背光板还是背光条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击订阅和点赞支持我 谢谢